大家還是不能忘情 因為一旦出現的人 贏不過柯文哲 他就是一個備胎 而且是一定會贏的 大家很多人都會想說 既然他一定會贏 而且贏得漂亮 為什麼不是他 我覺得這個糾葛 這個糾結 在心裡頭永遠是有的 不過回到你剛才講 賴清德 人家問他說要不要選中 他說今天16號 我覺得這個味道 他這個回答 我想大家的解讀恐怕會不一樣 只是開玩笑 不是 他怎麼會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跟大家去問柯文哲 你有沒有選總統 他說6月來問我 然後後來就講9月來問我 後來就講說 我最後一秒鐘再決定不可以嗎 他們兩個人的回答 就是在時間上琢磨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意思不一樣 柯文哲是代表說 我恐怕是要選的 但是我不知道最後不讓你知道 這個賴清德 這個3月今天是16號 是提醒你 雖然這麼迫近 但是我是不會去領的 我認為他不會去領 也不會選 帶領也沒有用 他我不能排除的就是蔡賴佩 但是取而代替蔡英文 代表民進黨來選總統的可能性 我認為不會因為今天晚上 選舉的結果而有所改變 不會因為今天的選舉結果而改變 其實黨中央應該就照他原來的 這個預定的時程就這樣子走 我認為韓市長 他就是回歸到他的市政 他現在的確對韓市長最有利的 就是他把他的市政的績效端出來 因為這個是未來 不管在民調上面 或者是說基層 要支持他的聲音來講 他現在的高雄市的政績 就是他最好的 他政治實力 或者是治理實力的一個證明 所以我認為他剛剛的談話 特別再去強調說 高雄未來的這一些進展 這個是好事 他接下來這幾個行程 我覺得對他個人的政治聲量來講 對於高雄市政來講 也都是加分的 所以此時此刻的韓市長 他不需要去碰 這個總統大選的議題 他也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去回應總統大選的議題 他真的就是把他的心力 把高雄市政拼好 做好 兩三個月之後會有變化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下個禮拜開始 還是會有持續的民調出來 此消彼長 開始持續性 都會有做滾動性的民調 所以對於國民黨來講 對於韓市長來講 他也要接受這個民調的考驗 其他的太陽 想要爭取大位的人來講 他同樣也要接受民調的考驗 民調會說話 到時候誰 民調是高 他當然就有可能是 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次 經過補選這次國民黨 沒有順利的去搶攻這兩席 國民黨真的要認真回來思考 就是說必須是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所以不管將來是誰 當國民黨的頭 作為這個參選人 國民黨真的就是不能分裂 就是必須整合在一起 因為民進黨太會打仗了 如果以他們這個形勢 對他這麼那麼不利 他這一場補選 他還可以穩住撐住的話 那真的是不能大意 更何況還有一個柯文哲 柯文哲他已經今天啟程到美國去了 這個是他邁向總統大衛的一個 很重要的這一個路徑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他今天的宣示 把他的市政做好 我認為很多支持他的朋友 真的也不需要在此刻再逼他 這個就是他最好的 如果他真的想要進取大衛 是他最好的武器 就做得越好 掌聲越多 他的團隊越不要出包 對他來講 那個支持的力量可能就會越大 今天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認為還是對整個韓流 就是說整個韓國瑜的聲量 會有損傷 我認為是輕傷 這是我個人看法 請大家參考 可是對2020的大局 是不會有影響的 就如同我們剛剛的比喻 今天的水堂考考完之後 後面沒有水堂考了 下次就是期末考 就是2020的 總統大選的這個決戰 當然會有很多選情的變化 昨天這個是盧秀燕市長講的 因為當時場面很亂 盧秀燕市長是說 鄭世維當選韓國瑜 才能選總統 這個是場面化 完了 今天鄭世維沒當選 沒當選 韓國瑜 還是可以選總統 我想盧市長 那個是一個玩笑話 我們看這個是余天 余大哥 昨天最後肇事晚會的場子 請大家注意看 這是余天的場子 這是鄭世維的場子 很明顯的 很像去年陳其邁跟韓國瑜 在選的時候 陳其邁的場子 是看不到國旗的 昨天余天的場子 我也沒看到國旗 可是鄭世維的場子 是國旗飛揚的 我們的選舉很奇怪 並沒有經過2018 2019 這些什麼地方選舉 什麼水塘卡什麼的 我們在選舉 是真的選立委跟選總統嗎 還是在選建戶 像西方國家 他們是選左派 右派這種 還是我們在選國家 為什麼一個選舉 有的場子 有國旗 有的場子 沒國旗 可是鄭世維跟余天 他們是同一個選區對打的 立委的對手 可是場子的差別這麼的大 所以我意思說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 那個什麼林表 什麼登記 參選這些問題 其實主持人 我有點不耐煩 我的不耐煩在於什麼 在於說 你們是武功很好嗎 你們是很會治理國家嗎 街主誰說 我買那票 我要算嗎 你們來猜猜看 你們每天要問我什麼 其實觀眾朋友 你要注意到 我跟各位解釋過 韓市長在高雄 是被我們記者追著問 他已經多次跟他說 你不要問我這個 請大家多問我 高雄市政問題 是我們媒體一直 你不要說一句 韓市長有時候真的是逼不得 記者一次問 市長我們要發稿什麼 這些你們在鏡頭上都看不到 可是他是被逼著問這個 不是他愛說 大家不要五歲 不是他這麼體重 他也不想談 他也知道談對他不見得好 他沒有要談這些 但是柯P跟賴清德那個 就狀況比較不一樣 比較輕挑 拜託說今天是16號 這什麼意思 這真的開玩笑嗎 還是在嗆小音 今天16號 你看我郭郭我女兒 覺得那個feel沒有那麼的好 你買你就算 因為在鏡頭現在無關於身輕 你要選 你要跟蔡總統拚黨要出選 我也祝福你 你買就去那邊表 不然不要再假姿勢 柯P他已經到美國去訪問 柯P也有他參選的權利 要不要選什麼時候決定 那個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認為我的結論就是說 國民黨會不會有些太陽想說 今天寒流沒有發威 我很像又蠢蠢欲動 如果你這樣 你如果做這樣解讀你就錯了 主持人 我的結論 如果沒有寒流 今天會輸更慘 票會輸更慘 是因為有寒流票才拉近 雖然其實還是輸了 你看上一次民進黨 民進黨大贏的時候 國民黨的分區還有20席左右 現在這個就是民進黨把它 定義為艱困選區 好 今天國民黨輸的這兩席 如果明年1月的選舉 民進黨大輸 但是也起碼有20席 我覺得恐怕不會比國民黨差 一定是超過20席 超過20席的 也就是國民黨的艱困選區 對不對 這個請問那個艱困選區裡頭 有沒有今天這兩個選區 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這個就可以 就可以稍微安慰一下國民黨 所以你不用那麼上街 因為這個畢竟很難 民進黨在今天 稍微安心下來的時候 想一想 這麼多 不說很厲害 3%不夠 大選的時候投票率還會增加 還有中間選民的力量加減 我想應該 這個也就是剛才韓國瑜 講的意思一樣 我再補充這個也沒有什麼意義 別幫我補充了一張 沒關係 另外一種說法 別動外全人聽